受到簾譽和東北季後風共同影響 本港現時吹清競至強風程度偏北風 高地間中吹裂風 3號強風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 在過去一個小時 橫蘭島陸島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51公里 天文台在早上6時31分至7時30分 錄德大老山最高持續風速達到每小時57公里 最高陣風是每小時76公里 橫蘭島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51公里 最高陣風每小時60公里 青州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44公里 最高陣風每小時64公里 而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 吹清競至強風程度偏北風 風勢有時侄徑 高地間中吹裂風 多雲有幾陣罩雨 最高氣溫大約27度海面有湧浪 指望未來的兩日風勢增強和有狂風罩雨 現時氣溫25度相對濕度70% 3號二帶氣旋警告信號現證生效 而天文台在早上7時31分至8時30分 錄德大老山最高持續風速達到每小時61公里 最高陣風每小時76公里 橫蘭島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50公里 最高陣風每小時58公里 沙洲最高持續風速每小時46公里 最高陣風是每小時54公里 3號強風信號現證生效 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 在早上10時 強台風臉魚集結在香港東南面大約460公里 即是在北位19.5度 東京117.4度附近 預料向北移動 橫過南海北部 逐漸靠近廣東東部沿岸 廉魚在過去幾個小時以加慢速度繼續向北移動 並且保持強度 逐漸靠近廣東東部沿岸 本港現時吹清靜至強風程度北風 高地間中吹裂風 受到乾燥東北跪後風影響 預料本港天氣在今日不會迅速轉壞 由於廉魚現時移動緩慢 它的未來路徑仍然有變數 預料3號強風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 今天改發8號信號的機會不高 而在過去一個小時 橫蘭島和大澳綠島的最高持續風速 分別是每小時52和58公里 天文台照了8點31分至9點30分 綠德大老山最高持續風速達到每小時51公里 最高震風是每小時68公里 青州每小時的持續風速是每小時53公里 最高震風每小時67公里 橫蘭島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52公里 最高震風是每小時61公里 大老山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54公里 而天氣方面本安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 吹清靜至強風程度的偏北風風 風勢有時直徑高地間中吹烈風 多雲有幾陣骰雨海面有湧囊 展望未來兩天風勢頗大和有狂風骰雨 現時氣溫26度相對濕度65% 3號二帶氣旋警告信號現正生效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員 商業一台新聞報道 現在黃斯文報新聞 3號強風算號生效 天文台說強颱風臉魚繼續移近華南漁岸 本港風力逐漸增強 高地間中吹烈風 而臉魚過去幾個小時以加慢速度 繼續向北移動並且保持強度 未來路徑仍然有變數 但受到乾燥東北軌後風影響 預料本港天氣今天不會迅速轉壞 3號強風訊號會維持一段時間 今天改發8號訊號的機會不高 內地中央氣象台也提升颱風預警級別去到紅色 說廉魚正以時速10公里 逐漸靠近廣東東部至福建南部 有可能在明晚至後日中午 在廣東三尾至福建將浦一帶沿海登陸 登陸時強度可能是強颱風或颱風 天文台在早上的9點31分至10點30分 錄得大路山最高持續風速 在到每小時58公里 最高震風是每小時77公里 青州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53公里 最高震風每小時69公里 橫蘭島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46公里 最高震風是每小時56公里 天力開放在早上9點強颱風連魚集結在北位19.4度 東京117.4度附近 其中深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175公里 預料連魚向北移動時速大約8公里 橫過南海北部逐漸靠近華南河岸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 香港鄰近海域吹北風6至7級 南部達到8級 有幾陣骰雨海有大至非常大浪 南澳以南 吹東北風10至11級 稍後轉吹旋風12級 有狂風大骰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之極巨浪 夏美以南 吹北至東北風10至11級 稍後達到12級 有狂風大骰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巨之極巨浪 其後48小時天氣指望 吹北至西北風6至7級 東部吹旋風達到12級 東部有頻密狂風大骰雨和雷暴 華南河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 華南島吹東北偏北風6級 能見度11公里 汕頭吹東北偏東風2級 能見度10公里有骰雨 冬沙吹北風7級 能見度4,000米有雨 西沙吹西北偏北風4級 能見度26公里 3號強風訊號現證生效 預料管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 在正12點 強台風、鳞魚集結在香港東南面大約440公里 正在北位19.7度 東京117.4度附近 預料向北移動 時速大約8公里 橫過南海北部 逐漸靠近廣東東部沿岸 強台風、鳞魚今早早繼續向北移動 逐漸靠近廣東東部沿岸 本港現時吹清靜至強風程度北風 高地間中吹裂風 受到乾燥東北季後風影響 今天本港天氣不會迅速轉壞 預料3號強風訊號會維持一段時間 今天改發8號訊號的機會不高 在過去一個小時 華蘭島和大澳錄得最高持續風速 分別是每小時48公里和58公里 五間新聞專輯 商業電台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造 今天是10月21日星期四 這節五間新聞專輯由羅輝和黃斯文主持 天文台說本港現時吹清靜至強風程度的北風 高級科學主任李子祥預計 本港天氣今天不會迅速轉壞 而今天改發8號訊號的機會不高 廉宇在過一段時間都維持現在強度風向強度 我們都不排除它有可能稍微生成 那晚隨著廉宇逐步向北移動和接近岸邊 那它的情況就有可能在那時間 登獄之後它會逐步減速 我們預測就是三號風口維持一段時間 今天改發8號訊號的機會不高 廉宇會大致趨向廣東的東部沿岸 廣東省氣象台預測 各地可能會受嚴重的風暴潮影響 加上適逢天文台潮水位可能達到500年一月 令到低瓦地區水浸 福建省防信辦說 廉宇的雲團較大後期可能擴散 要求各部門做好預報減低颱風登陸時 各部地區下暴雨造成的災害 另外台灣亦受到廉宇影響普遍地區下雨 在宜蘭山區有民眾形容下雨下得好像倒水一樣 氣象部門凌晨對台灣海峽南部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預計外島澎湖金門和台灣西南部可能會進入廉宇的暴風圈 宇影電台記者黎曉瑩報導 有酒樓負責人就說 未來三日是假取吉日 酒席一早訂滿暫時都未收到新人要求改期 如果遇上打8號風球 他們會繼續提供飲宴服務 新人都可以令擇日期保擺 不用額外收費 天文台在早上10點半至11點半 錄德大佬山最高的持續風速是每小時59公里 最高陣風是每小時78公里 橫蘭島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48公里 最高陣風是每小時58公里 而青州錄德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44公里 最高陣風是每小時58公里 RDHKNEWS RDHKNEWS 1點半 I'm Trevor Wyatt Severe typhoon Meggie is continuing to move slowly towards Hong Kong and the strong wind signal number 3 is in force However the observatory says it's unlikely that the number 8 signal will be issued today The storm, which killed 19 people in the Philippines is expected to be closest to Hong Kong on Saturday Here's Senior Scientific Officer Li Cha Kung 优优优独播剧场——